角膜炎治疗方法 丽隆健科副主任医师 角膜炎总的说来 它的治疗原则 一个是控制感染 第二个就是减轻局部的炎症反应 第三呢就是促进角膜溃疡愈合 第四就是减少角膜斑痕的形成 因为角膜炎也有很多种原因 比如说细菌感染 病毒感染 真菌感染 还有一些物理化学刺激等等 都可能引起角膜表面的炎症 那么我们在发生角膜炎的时候呢 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一个检查 首先要针对病因进行治疗 是该用抗细菌的药物 还是抗病毒的药物 还是抗真菌的药物 这也需要我们专业的一个检查来告诉您 另外呢就是角膜炎在控制感染以后呢 我们会相应的用一些 抑制炎症反应的药物 还有角膜上皮修复的药物 来促进角膜的愈合 患者呢 切磨自行到药店去购买一些药物 因为很多老百姓判断不了是 结膜发炎还是角膜发炎 因为角膜炎是比结膜炎更严重的一类疾病 如果治疗效果不佳 或者是没有经过正规的治疗 可能会留下角膜穿孔 角膜斑痕 甚至会引起眼泪发炎这些情况 这种会严重的影响患者视力 甚至致盲 所以呢我们在发生角膜炎的时候 一定要到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 不要自己购买一些药品 这样会耽误我们的病情 极大的影响我们的视力 专家提示 一、治疗人则有控制感染 减轻局部的炎症反应 促进角膜溃疡愈合 减少角膜斑痕形成 二、角膜炎有多种原因 如细菌感染 病毒感染 真菌感染 以及物理和化学刺激 三、患者需要到医院进行专业检查 针对病因治疗 四、确计自行到药店购买药物 以免耽误病情